那問一下這邊有誰有看過這個影片的 都沒有嗎 那我們就請就是蘇院長為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經驗身份證 新的身份證所揭露的個局比紙本身份證還得少 其實是更有意思 數位自然的憑證要被用 所以你自己決定 你要開就用不用又不要開 這個自然的憑證不用 在資料中心沒有任何記錄 所以沒有被派入盜用或者被監控的這些危險 我們今年五月保稅已經是用自然的憑證跟健保卡來使用 從五月到現在三百萬人 不但方便不但迅速 而且各自的保護也沒有聽到有任何懷疑或者弊斷 政府未來被人生的每一個階段事件 會仇心居家提供國人從出生的協助 舊學的服務 舊業的輔導到終老的管理 等面向的個人化服務 舉辦各種社服、保健、精挑、保險、年金、稅、物件等 都可以一併整合精準的提供 而且還會有各項個人化服務的主動上來 以前是秀才不出門可知天下室 現在是秀才不出門可知天下室 現在是秀才不出門可知天下室 繼續衝 繼續衝 國家繼續向前進 好 謝謝蘇院長為我們簡介晶片身份證的規劃 這是應該是去年的 去年八月的影片 那到目前為止其實稍微有點變化 但是也沒有變得非常多 影片的終歸就是 他的結論就是利大於弊 沒有隱私以律利大於弊 身為一個就是 就是GNV的hacker 我們就聽到利大於弊就會非常毛起來 然後就覺得一定有問題 所以 所以我們這邊現在有兩個團體 就是第一個是OCF 第二個是台權會 台灣人權處境會 那這兩個團體都針對 目前政府的金面身份證的政策 做了一些研究 然後做了一些整理的一些資料 大家可以直接到GNV Slack的EID H EID 我們昨天剛開了這個版 上面有放了一些就是 有放了入口 大家可以從這邊進去 看一下這兩個團體的 所整理的資料 然後有什麼 有什麼 雖然蘇院長說沒有隱私疑慮 但是就是我們認為有什麼隱私疑慮 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在這邊呢 因為Mozilla其實剛好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也做了一個數位身份系統的研究 然後釋出了一份白皮書 那這份白皮書裡面就研究了 世界上有數十個 有數個案例 十來個數位身份系統 然後裡面有成功的案例 也有失敗的案例 那當然失敗的案例比較多 那最有名的失敗案例就是 印度的那個Edhar 他收集了全國每個人的 照片 紅膜 指紋 聲紋 然後全部集中到了一個 就是印度半官方的機構建立的系統 他不是一個官方機構 有點像是我們自撤會 就是不官不民的那種機構 對 然後在啟用的第一年 這個資料庫就流出了 所以你現在就是 可以很有效率的就買到 就是全印度所有人的生物辨識資料 在一片光碟裡面 只要幾百塊台幣 對 這是一個非常失敗的經驗 那因為有了這個經驗的關係 所以Mozilla就開始研究 就是世界上其他的史作 那包含大家就是一直在講的 埃莎尼亞的相關的史作 然後就做了一個建議書 裡面提了六點建議 五大領域的建議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晶片 真的想要做數位生分系統 可以這樣子做 比較不會失敗 那如果你這樣做一定會很慘 就是裡面列了一些東西 那大概有25頁的內容 對 那因為就是剛好 是今年一月釋出的 所以我們就花了一點時間 把它做成中文版 那中文版剛好在今天早上4點公佈了 所以大家現在 非常的辛苦 黑客中Drive的翻譯跟編輯 對 那其實雖然是25頁 但是每頁字都很少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就這麼少 然後後面全部都是參考資料 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現在下載 這份中文版的就是 建議資料的那個白皮書去看 然後看一下裡面的建議 跟我們目前政府的施政的規劃 有什麼相符的地方 有什麼相違背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可以整理 出一份共筆來 然後就跟政府講說 就是你看就是 國際上的研究發現說 如果我們一直這樣做下去的話 一定會死人慘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數位生分白皮書在哪裡呢 這邊可以下載 點進去之後就是最下面最下面 有 英文版和中文版的下載連結 這樣子 那 接下來的規劃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我們在GNB的Slack開了EID 然後EID現在有兩個專案 一個是EPA這邊的遊戲化的專案 那另外一個是 我這邊會把一些 金面身分相關的資料 往裡面丟進去 那第二個是 就是我們接下來在CostCub跟ZiCom都會擺攤 就是Mozilla的攤位都會展示這個東西 那 就是歡迎大家一起來讀 然後一起來就是了解一下金面身分 目前的規劃跟 國際上的經驗 那第三個是 內政部現在是說 就是今年不會發會 也到明年發 然後明年還會先是分階段測試 就是會徵求大家先去參加測試 然後測試期多久 然後就是如果沒有發生什麼問題的話 才會全面發 他們目前是這樣講的 但是其實 標案都已經標出去 都已經開始在就是建設系統了 對那 如果大家想要一起來 就是監督政府 然後還一起來就是提供政府意見 然後提出建議的話 下禮拜其實有一個金面身分證聯討會 就是大家可以就是 我等一下會丟到那個slag上面去 大家可以去現場聽聽看 在R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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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是到明年 是喔 是喔 現在是有直播 喔有直播欸 好 我們 但是有某政府官員 願意息息釋出 所以他的部分 為什麼有直播是一件很關鍵的事情 因為政府在前年其實辦了一次 辦了一次那個金面身分證的就是 徵詢的會議 什麼公民協作會議 然後那個會議其實產出了非常非常多詳細的建議 跟就是 就是當時參加者的疑慮跟建議 然後那個會議的 逐字稿 結論的那個會議的結論的文本跟錄影什麼東西 曾經在政府的網站那邊存活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到了去年 就是正式要就是開始 錢要開始發下去做的時候 那那個會議的記錄就不見了 對 所以 嗯 希望下禮拜的那個 研討會也不會要 知道 到了後年發的時候就不見了 好 就這樣子大家請到EID 謝謝